今天我們還有一個 也跟國安有關係的 特別請來明杰哥 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我們昨天看到 一個歷史性的鏡頭 對不對 我們的海昆號 完成了之後 然後他必須要進行測試 那測試的這個經過 那你看到的成果 覺得怎麼樣 昨天這個重要的關鍵一刻 大家都看到這一個 我們的首燒國燒 這個潛艦海昆號 浮船測試 那等於算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個結果 整個船浮上來 看30秒就知道嗎 當然 會浮就是會浮 會浮就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外行 我就想說 那就是30秒 然後看到他有 慢慢緩緩的前進 然後浮出來緩緩前進 然後就這樣子嗎 你要知道 這一個潛艦的打造 跟一般水面艦不一樣 我們看到去年9月28號 它已經封殼 就是說所有裡面的 這些系統 主次系統 紅區裝備這些等等 之前裝在裡頭 其實是沒有回頭 可以修正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當初 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配重就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潛艦 也不是說你劃開左右 全部都是對稱的 其實很多的裝備是不對稱的 不對稱的 你要精密計算 才能夠它的左右平衡配重 是平衡的 所以昨天那一刻 如果它的煩躁 或者整個健身彎了 那就難看了 那當然是有非常大的把握 那讓它直接從這一個 等於說它的浮上來 離墩 那浮船成功之後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後來台船有發一個聲明 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昨天這個測試 主要在於它的 譬如說潛艦的水密程度 什麼叫水密程度 講白不流水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這是顧慮到安全 水密程度 還有它的倉壓 就是說第一個水不會升進去 第二個內部的倉壓 它也是平衡的 然後還有它配重 重量各方面 它的穩定度 各方面都達到原本設計的要求 所以這個部分 第一個浮船測試是成功的 但是昨天我們知道 這接下來都還有關鍵的好幾步 那我們先談一下 就是說昨天大家在外面 看到這個照片 都這個很感動 我們手燒的國造景點 我沒有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我去這裡去彩虹 因為它是兩點 就是要做這個測試對不對 早上六點 早上六點 現在軍事民就在卡位囉 我們高雄人很幸福 看完黃色小鴨子後看錢 然後有一個 我就看到一對 因為我也 小鴨我是沒去看 小鴨也沒去看 十年前就看過 還是同一隻鴨 那就一個比較年紀大 可能是不是負責 我不曉得 年輕人就說 這也沒什麼這樣浮而已 說你這傻孩子 你不知道 東西會浮就是會浮 不會浮就不會浮 你借我等下就是沉下去了 不起來 你如果保利隆等下就是沉下去 這個沉下去 要再起來很厲害 講得好像有道理 浮船其實還是最基本的 第一關而已 那我們先講一下說 它的這個潛艦的外觀 其實從這裡可以研判出 它未來可能代表 它具備什麼樣的高性能 那昨天這其實這是 台船公布的畫面 那當然後來這個媒體 也來進一步來 等於說打上面的一些 拆解 那其實潛艦一個很重要 除了說跟他講說能浮 當然要能潛 還要他有動力能夠在水下航行 這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很重要就是說 潛艦它的逆中性 還有它的逆中 在第二個 它在水下也能夠探測 最後一個就是它的攻擊力 所以才能夠去摧毀 如果今天老共的航母 要來威脅台灣 海空要具備這樣的一個實力 那主要我們分幾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外觀上來看 其實它相較我們過去的金融集 如果大家有看過 大家就知道稍微胖了一點 它叫雪茄型的設計 那當然這個整個靜音的設計 是有所考量 同時後面採取這個X型的尾舵 J型的尾舵 像美國經驗能力最好的海狼級 或者新打造的戰略核潛艦 哥倫比亞幾多X型尾舵 其實很適合我們在我們的伏擊區坐底 十字型尾舵坐底的時候 下面容易突到 然後同時水平的迴旋的速度也快 那還有昨天比較神秘的是 還包覆尾部的地方 7月的車業先跑到保險 一個是當然是保命 另外一個其實因為昨天 並沒有動力系統的測試 還用不到 那7月的這一個車業有個優點 基本上它轉速比較低 但是它可以產生高的推力 好處轉速低 就你噪音比較小 但是推進力又強 所以這個就是它一個 等於說對它逆中本身來講 水下的這一個靜音 各方面的設計的考量 那再加上是傳統的這個發動機 柴油發動機配合我們未來 希望能夠有鋰電池 那當然現在是初步用千磚電池 等於水下 等於說它的一個靜音的效果 其實都比這一個核動力的 這個核潛艦要來的強 所以靜音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 你今天在水下還有什麼 你除了人家看不見你 你要能夠看到對方 所以昨天還有看到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說 箭手這個部分有個突起的這個旗狀 這個部分這個叫做高頻的被動接收聲納 什麼叫高頻被動接收聲納 被動聲納就是說 我不打聲納出去 那我只接收海裡的這些 各式的這個水紋 這個音波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來講 自己不會暴露自己的行蹤 但好處它高頻就是說 基本上它比較精確 它波比較短 但是距離比較近 那它的目的就是說 我在水下航行 譬如說這個我要能夠 譬如說水下障礙物 或者是更進一步 如果對方有布水雷 你都能夠透過這個去偵測發現 那能夠避免 譬如說水下的碰撞也好 或者是偵測近距離的對方目標 但是整個探測能力 當然不只這些 它整套的 包含它的這個聲納 有一個陣列 環形陣列聲納 這是這一次我們最新的一個設計 等於說其實箭手下面 還有一個中頻的一個主被動的聲納 其實這是它最重要的眼睛 中頻的部分它的優點就是 遠近的部分可以比較中和 能夠獲得那探測它有主動 可以打出去 其實還有很重要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中和型的 混合型的這一個繁造設計 就是說接下來它進小屋 它還有一個光電尾桿 才要裝上去 這光電型的尾桿 跟傳統的潛望鏡是不一樣的 傳統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建築集 我們都下去探訪過 它要升上去 升下來光學的 光電的基本上來講 它晚上的時候 它可以只要突出一小段 直接透過光學 不管是打雷射測具或光學 夜市的能力非常強 那所以最後才裝上去 攻擊的部分 當然是這一艘海昆號的一個強項 因為昨天還有一個部分 大家講說 箭手有魚雷管的這一個設計 其實你如果不仔細看 這頭上黑密碼 其實你要很小心看 這裡居然有才發現 畫一個小圈圈 總共有6個小圈圈 6個小圈圈 就是6具533口徑的魚雷管 可以搭載18枚的Mark 48MOD 6AT重型魚雷 這型魚雷速度最快到55級 上面670磅的這一個彈頭 其實我們過去看 美軍很多在試射過程中 只要打到這一個模擬艦艇的 這個重要的一個位置 直接彈跳折成兩半 你再大型萬噸以上幾萬噸 你或這個遼寧號也好 山東號這些5、6萬噸的航母 基本上如果遭遇到 這樣的一個重型魚雷攻擊 絕對是逃不掉 所以海昆號的這一個浮船測試 接下來當然還有很多 還有包含像 其實它的排水量 還要透過這些電腦的精密試驗 還有包含像 未來動力系統 上面的維生系統 各方面等等 然後再出海進行SAT 有出海設置完成 再交付給海軍 進行作戰測評 最後會用這一個打魚雷的方式 那最後那個SAT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都不要趕時間 安全 安全第一 現在第一步就是安全 接下來才去談它的性能 要如何發揮 我們就是扎扎實實的 一步一步去做測試 本來就沒有必要趕 海軍的計畫也沒有必要趕 那很多媒體故意在唱衰 其實我覺得這是刻意在 給他們施壓 其實第一個安全優先 第二個它的戰力 才能夠接下來 在交建之後擔負戰備 那等肉發揮它真正的嚇阻實力 前見國照 其實我們在短短幾年之內 有這樣的成果 或是台灣的驕傲 但我們現在有第一艘之後 國民黨 不要在黑白目 要讓我們繼續照下去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